每股周五收跌 三大股指均录得连续第三周的下跌 周五是每股的四五日 即股指期货 股指期权 个股期货 个股期权等金融衍生品的到期结算日 通常这一天的市场波动率会非常大 包括本周五在内 今年的前三个四五日当中 标普败指数均录得下跌 本月到目前为止 随着投资者转出此前高涨的市场领跑者 一些大型科技股遭受了两位数的跌幅 亚马逊 微软 Facebook和苹果 本月迄今的跌幅都已经超过了10% 在最近的抛售之前 纳斯达克100指数的市盈率超过40 是2004年以来最高水平 不少华尔街分析人士预测 科技股可能还有很多水分要紧 个股方面 特斯拉下周将举办电池日活动 受此影响 特斯拉股价在本周持续走高 周日腾讯旗下手机应用微信 将从美国应用程序商店当中除名 禁令生效之后 身在美国的微信用户 将无法使用微信 转账资金和支付功能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